謝謝你,我稍後寫一證評給你,因為我真的沒空了 因為我先這樣說,謝謝你,你們很準確,很準確,很信任你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我先以退為盡,因為其實,謝謝你,我稍後寫一證評給你 攜維爾九號外版,2022年April和May的《塔佔亂林星座》雲世,終於來到Part 6 of 11 但首先提一下,全世界不論男女老友,不管你是姓神魔,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也不管你是香港與否的人類,全部一定要先聽Part 1 因為Part 1是 applicable全世界任何人 但現在這個Part 6,就只是為五類人要聽,哪五類呢? 好了,就是… 第一,如果你找過我做Personalized的算命服務 我是跟你說過要聽射手座的話 射手座又叫人馬座,好 第二,如果你個人星盤Birth Chart的上升星座 是在天蠍座的20度至29度的話 第三,如果閣下的Birth Chart裡面有大量的星 營繞在射手座的10度或者附近的話 第四,如果你是太陽射手座的話 第五,如果你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的話 好了,那什麼是上升星座呢? 那你又怎樣去找你的上升星座呢? 又怎樣去找你的Birth Chart呢? 甚至可能你連你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是什麼 不要緊,我以前是有出片教過的 那條片的link我會放在這條片的video description裡面 又或者放在螢光幕右上角的Q card裡面 那你們敬請留意吧 好,儘管叫你們做射手朋友 來到April和May有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小心被人騙 但是同時自己也不要做一些偷騙拐騙 或者是非法的事情 當然這些事情就任何時候都不要做 但是尤其是April和May就不要做 因為否則你們會容易被人抓 OK 你不要一定想到可能會有官非搞到去入獄 那就不用那麼害怕 但是可能我當你亂過馬路 會被人... 剛巧就被那些黃腳立足了 或者你以為偷偷地扔煙頭 但是誰知道原來那些食環就在那補你 這樣啦 好,還有 好緊要 唉,這個April和May 和家人之間會有... 拖累 什麼的拖累呢? 可能是跟一些身體健康疾病有關的拖累 又或者是金錢有關的拖累 或者他們兩個聯手夾擊都可以 例如怎樣呢? 如果身體健康疾病很簡單 我當它染病然後傳染給你 但是呢 甚至再... 就是... 蝴蝶效應 OK 可能會搞到... 你甚至跟一家人一起被隔離 然後你無法上班 又或者你病了 就是諸如此類 那你無法上班 你無法上班 你無法賺錢 那這些就是引申到的金錢上的拖累 OK 又或者我當他們的健康有問題 他們要大病 即是他們有大病 然後要做手術 就找你去籌期籌医藥費 那又是一些身體 然後加上金錢的東西 是不是 又或者我當他欠錢 給大二冬追溯 然後上滿臨紅油 OK 總之那些東西 就是你們自己混合和混合 又或者家人有一些錢的問題 會問你去借錢 OK 還有喔 By the way 都提他們 即是... 我一開始開波 就跟你們射手朋友說 你們小心被人騙 是吧 但是麻煩同時都提他們小心被人騙 那所以呢 我當... 原來可能他們真的不慎被人騙了 然後就... 很慘要找人去填洞 那就搞了你 OK 所以呢 不要獨善其身 這個影片 你不要以為聽完你就拜拜 你一定要好心提回 幫回家人 因為幫家人其實就等於幫你自己 OK 算了 家人這件事不是叫幫的 是吧 是一種責任 是一種良心的義務 OK 好啦 那還有... 不過說真的 好像很多事情都好像很差 很多事情都好像會拖累到你 但是呢 給小部分的射手朋友 OK 其實反過來 都可能是他們幫回你的 OK 給小部分的射手朋友 但是這裡很難一概而論究竟是哪一種射手 OK 但是呢 特別是跟錢有關的 如果你要去借錢 可能你要去做手期 或者你很不行了 真的手頭很緊 那在April和May 特別是April中的時候 15、16、17這些時候 可能你的家人 特別是長輩 對 那就是父母 或者家裡的四大長老 或者一些伯母 什麼都好 都會願意幫你的 就算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 哎呀平時好像跟他不是很親的 可能真的一些遠房的伯母 或者平時跟父母都沒有兩句 但是 somehow 在April和May 再說一次 特別是April中的左右 他們都真的會願意幫你的 OK 好 還有 你們在 general 跟小朋友的關係 會挺好的 所以 就算我當 如果你想把小朋友拿出來 都可以趁這些日子去試一下 OK 但是呢 聽住了 這個小朋友 就算不是自己的 但是我當 你可以趁April和May去上契 OK 就是收一個契仔 收一個義女回來 OK 或者甚至去領養 我當 OK 又或者呢 我當你的家人有了 然後呢 你就視他如珠如寶 或者 他有了你都 你都未必那麼快 會視他肚中的那個BB 如珠如寶 但是可能剛剛生了 OK 而特別特別是 在May 10號 開始 或者打後 那 所以 也都可以解釋了 那些也都可能是 你家人帶給你的一種金錢上的 這次就不是叫拖累了 或者是責任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那些小朋友來了 你都要送些禮物 封封封禮事 什麼都好 所以你便會有多了的費用 這些就是會叫做開心點的應劫 OK 又或者我當你收了契仔契女 那他都 你叫做子女 雖然是契的 沒有血緣 但是都是叫做part of your family 是不是 那如果你就給些什麼金筷子 比較動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你又 雖然是破費 但是 你的Family是增多了一些成員 這些就是開心的事情 對不對 好啦 如果你們自己熟星的話 你們自己去看一下自己的birth chart 上星的射手就看一下自己的三四五弓 太陽射手就看一下水瓶雙魚八陽座 尤其是雙魚座 OK 你們看一下這些地區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地區就對你們的這個April和May 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的 好 那講一下這些所有家庭的事務 那 那 是不是因為剛剛講起家人 那我就也都不妨去講一下一些 真是關於家庭的households domestic的一些事情 恭喜 那在April和May 就著這些 居住啊 環境啊 或者是物業啊 樓宇的事情呢 都會有著落的 例如 之前決定搬屋 那現在終於決定搬去哪裏 決定好移民去哪裏地方落腳了 OK 你要知道那個項目呢 不是說你們搞移民 而是 因為跟上一條片不同的 上一條片是獅子朋友 獅子朋友呢就是 就是 重點是移民 要往外去發展 但是 給射手朋友呢 就算我當你們搞移民 但是那個重心究竟是哪裏住啊 落地生根啊 OK 所以那個 質重點會有不同的 是的 或者我當你們之前裝修 那現在終於裝修好了 那現在終於要去搞housewarming了 OK 你們自己小心一些法律上的問題 OK 那這些東西呢 通通在April和May 都會有著落的 特別是 響 就是要多得這個4月 April April 12 13的 目凱俠相遇座 首先 為什麼我明明說了4月 我都要改口叫做April呢 不是我要假裝的說英文 你們看回 Part 1 我是有解釋的 好 那 好 那 就是最近這兩天的目凱俠相遇座 我已經是狂出post 狂出video 在這裏說了 OK 然後呢 對於射手的朋友 恭喜恭喜 在這些家庭居住的事務呢 會帶到很大的滿足感 甚至會帶到一些利益給你們 例如我當你們要賣樓 OK 那在這個April12、13號 目凱俠的 即是 開始或者打後 那你們都可以是 即是有一些成果是出到來的 或者都會賣得幾好的 OK 你不要欺求有斬莫 但可能已經好過市價 OK 跑人帶市已經要小心聲 OK 那同時呢 也都 如果我當 即是在我之前提過 你可能真的要問 家人去借錢 什麼都好 那其實呢 那其實 其實 在 4月 即是木凱俠之後 但 例如我剛剛也說過 在 即是 其實都是差不多時候 是因為 是因為基於滿月 天平座 滿月 對 那 那 但是 現在我講 很可憐 但是你不要怕養衰 你儘管 開口 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OK 是的 還有 如果你真的要問他們借錢 那他們又竟然借給你 那你們就解了很多的心結 啊 原來他們都很疼我 原來他們一向不是很討厭我 所以很多這些東西 是真的會一次過去解了那些結 是很值得高興的 OK 好 還有 去到 April 尾的時候 那 你都可以 開始是 去到April 尾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 很容易 有一些下屬 會離開你 或者有客人 離開你 或者有一些敵人 一向你不喜歡的人 是離開你 或者一些 跟你健康有關的專業員 會離開你 包括我當 如果你有健身教練 或者你看開什麼家庭醫生 又或者 一些在你家庭的 服務 你關於家庭事務的人 例如你的工人姐姐 或者你的裝修師傅 在April 的尾 都是會離開你的 有大機會 如果我 說回裝修師傅 那這裡 是不是很合理 因為你在April 之前的時候 已經去 安排了 那些裝修師傅 去到April 尾 的左右 還沒離開你 所以你 聽回 你們不妨抄下筆記 你把我剛剛說的東西 全部去抄下 你就會覺得 咦 原來整件事的脈絡 是 是真的 橫橫緊扣的 OK 但是當然 我只是說這些東西給你知道 你知道完就算什麼 不是的 有時候 你要懂得去善用這些 避忌的 如果你知道 原來在April 尾 容易發生這些事情 也是容易 進行得順利 如果你一直想 炒了某些下屬 你一直想 飛走了西夏 或者你一直想 想和一個敵人去抹面 想整走他 剷除他 或者你一直 已經不想用這個PT 他都教得不好 即那些 personal trainer 那些 你就在April 尾 去炒了他們 OK 好 還有 好消息真是一浪自浪浪 哎呀這個射手座 真的講得很久 對其他星座不是很公平 好啦 但是對你們是最公平 好啦 還有 哇 開心啦 如果Single的話 就有機會出POO 但是呢 我建議你 去結識這些新伴侶 你用一些 比較暫身的方法 OK 如果你以前以前用慣App 那你現在不要用App 你真的在街上 隨便聊一個人說話 OK 總之你用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方法 或者 通常可能第一次 就是 人們第一次出來拍拖 可能 喝咖啡 喂你不好啊 不如你們第一次 一起約去 去看畫展 總之你做一些 比較突破性的事情 那你都 那個成數可以 高回 高回 都幾多下 OK 那特別 我想說 很容易 其實你本身 你很忙的 射手朋友 但是 不要浪費了這個 Triple的機會 就算多忙 你都 要去 爭取這個機會 OK 還有 如果你說 如果我已經在拍拖 你會在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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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可以給到你們的 即是一些很快的 滿足感的事情 那你去做 OK 即是 一些 他不需要 要浪費你們很多氣力 很多準備的事情 OK 那你們趁April去做 那那個 換回來的 那個歡樂感 都會很高 那什麼意思呢 我打個比喻 你說 哎呀我人生一直的那個夢想 我很想做 就是去 去馬拉雅山 那他會給我很多成就感 那就不是趁April去做 因為你起碼要準備好多東西 你要訓練好多年的體能 你要買好多的裝備 OK 就不是做這些 但是例如我當 哎呀香港人呢 經常都說 哎呀千島湖千島湖啊 我什麼時候可以去逛千島湖呢 咦 那你就趁April去逛千島湖 去玩你的第一次 因為你沒什麼 準備的 是不是 那你就趁這些時候去做 那特別特別呢 是在 April中 OK 因為會有一個天秤座的滿月 OK 還有呢 你看回 你看回 日曆啦 剛巧就是 復活節 週末 假期 長假期 那你 簡易去玩吧 不要浪費了它 那何況呢 我們會看到 因為這次April中的天秤座滿月呢 會有 金星的參與啦 因為天秤座的主星是金星啦 OK 然後金星就是說一些 Happy Happy的東西啦 享受啦 玩樂啦 然後呢 又有天王星啦 天王星就是說一些 Surprise啦 OK 所以呢 都應該是會給到一些 非常之 開心的震撼你的 OK 例如我當你在玩樂這些活動之中 忽然之間遇到一個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遇到一個 Love at first sight啦 OK 或者忽然之間有朋友約你去玩 是啦 即是一些你沒有計劃過的東西啦 是啦 所以 記住啦 這個Easter weekend 不要浪費了這些去玩 去衝 去放 放任自己 放中自己 放非自我的機會 OK 但坦白說 最好是一些不計劃的東西 即興的東西 以及最好找多些人一起去玩 當然你不要誤度法網 如果有什麼限聚令 那些東西 那你自己去衡量 但是在合法的情況之下 多些跟人去相聚 去share這種快樂 那你得到的快樂的感覺 是會加倍給你 好 好啊 跟著還有最後啦 嘩 說了差不多 都接近20分鐘 神經病 好啊 那 那 你會有一些project 可能是一些creative project 或者一些self run 你自己要去負責的project 那 會 給了你的 是啦 不像是你自己initiate去做的 但是是別人給了你 然後你自己去lead的 OK 那小心在April和May 當遇到這些時候 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on 他們 分分鐘你太賞心 但是別人不會appreciate 還有分分鐘自己可能 就是貼錢買難受的 OK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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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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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 好 好 感谢观看